之前有同学就点点点点到那个 你这边有个seql 假如说这边seql是不是可以 下insert 诶奇怪 怎么insert不见了 特别之后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是在 整个myseql里面的 他这个seql指的是资料 资料库 的seql 这个资料库的seql大部分都是要汇入资料库 或者是做 针对资料库去做动作 比如说你要建资料库 你也开始这边下语法 语法的话也许就create create database database名称叫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下 或者你要删除database 你可以做哪个database 这个部分可以下指令 如果你要针对问题依据下指令的话 记得点问题的资料库 下面有个问题的资料表 它的阶层你可怕了解的话 里面不是有个seql 这边的seql 才是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table去下指令 的seql 所以你不要找错位置了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就问我 老师为什么我点个seql 下面没有这东西呢 因为你找错地方了 ok 这个应该概念可以了解了 所以你慢慢用久了就大概熟悉 针对这个资料表里面有哪些功能 不外乎就是seql 不外乎搜寻 还有什么汇入汇出也可以啊 比如说你还可以什么汇出 像将来你也可以把他汇出成什么 这边有这么多种 包含就是什么 你也可以汇出seql 汇出s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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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帮他转出 也就是一个开放资料 大概就是这些格式 那因为这个可能不是我们主要 有兴趣同学自己再玩玩看 反正大部分就这些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针对刚刚seql insert 你会发现他蛮方便的 自动帮你把那个你需要的东西给你的 包含什么 insert into 哪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哪些栏位 然后value 后面其实就是你要改的 就这些啦 特别注意就是你insert的时候呢 如果是vatcha文字的部分的话 那就是前后加上双引号 其他应该还ok 那还有什么update 有没有delete 这边也都有啦 update的话是一个条件 比如说set 那后面有个会儿 会儿的话就是什么 他会找哪一笔记录你要去更新的 所以你还需要去找到 你要更新那一笔记录 诸如此类的 他细节部分我想尽量多找一些练习来练习 或者是说 从什么 从网路上那个seql教学语法等等的了解 ok 好问题一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刚才在这个seql里面下了语法 比如说那个语法就是这个吧 insert into 那你可以slage 把它slage回来 那再来的话 我就啊 在myseql端没有问题了 有点像呢 我那个自来水厂的水已经准备好了 有水了 然后我要接到我家里吗 我家里要怎么接呢 中间必须怎么样 需要驱动程式 需要什么 像这边要跟他接就要驱动 所以驱动我刚刚讲 先把那个驱动先下载 装起来 那因为我们也是64位元的 所以把64装起来 那装完之后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装好 我前面好像讲过嘛 控制台有没有 里面的那个系统 系统公系统管理工具嘛 里面你看一下odbc odbc里面的这个驱动程式 有没有买seql 有买seql 而且有unicode的也有ansi的 nsi是微软早期的 就刚刚讲那个big5 然后呢unicode的话就utf8 utf8 那其实啊 现在大部分呢 只要网页 像google啦 或者是apple 都是用unicode 而且大部分都用utf8 但是呢 只有微软 他是用ansi 所以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两边呢 比如说你是用微软也是有 要转到myseql 记得一件事 一定要用myseql 一定要用utf8 可是微软是ansi 所以你在转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啊 一定要转为utf8 之后再喂给myseql 否则他会是乱码 这个概念有啊 因为网路上你搜寻一下 你关键是什么 myseql 乱码 就会有很多人问问题 为什么我转到myseql 里面的资料 会是乱码呢 ok 那不过你找youtube 应该会找到 吴老师的教学 会告诉你怎么做 ok 因为我之前有讲过 而且这种好像 网路上有人特别提 但是比较少人录影片 我有讲exel的东西 怎么样转到myseql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看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们会怕讲太多 其他的会失焦啦 我们焦点主要是 把exel的东西写到myseql 的VBA部分 然后第一个先确定有driver 第二个的话呢 那请规就是说 再来就是我们有driver 就是ADO 它可以连线 那ADO连线呢 我前面讲过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段程式嘛 就是在那个 我们的问题里面的程式嘛 就ADO那一段 因为我们主要是用的是 那个SS 那其实SS那一段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当然你将来这边 可以当成是那个 就是范本 底下就是料库 SS 这个之前的 然后ADO 那ADO里面的话 有一个就是open 后面我们这一段 利用ADO新增资料 然后传过来 有五个栏位 所以ABCDE 那这边有 用了一个create connection 这ADO的那个外挂嘛 那最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产生了一个外挂之后 后面就是open 利用这个外挂的物件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open open后面我们用provider 这个provider 其实用微软内建 因为微软本身跟SS 是同家公司的 所以没有问题 Data source 是哪一个档案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myseql的话 其实你只要改这边 这一段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来了 那你要怎么改 有没有什么参考 其实我的习惯 我教各位 如果未来这个部分 不管是SS 或者是其他资料库 我的习惯都会到一个网站 他有把所有的这个连线的方式 通通都帮我们收集起来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直接到这个网站去查就好了 他叫connection connection就连线吧 streetings.com 这个有讲过吗 有 那其实就是在这里面把那个连线的方式把它找到 所以SS 然后我们这边有myseql 所以你往下找myseql 那myseql里面的话 这有好几种 我们不是用darnet的 Lib 不用darnet的Lib 韩式库 也不是用OLED 我们是用这个odbc driver 驱动程式 就刚刚装的 那其中有我们是5.2 所以你就点5.2 这个 点进来之后他就告诉你说 unicode value连线的方式就这一串 所以其实你就把这一串复制 贴到open后面 再稍微做一点点修改就可以 改哪里呢 基本上就是改server server指的就是你的IP位置 或者是你这一台电脑的名称 ok 不过如果说你是预设的话 你自己连自己 那你就打127.0.0.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给别人连的话 那你就可以点下面 右下角这边有网路连线 其实就也是控制台里面 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 那个开启网路和共用中心 或者是说你从控制台里面也可以 控制台里面的那个网路和共用中心 那你就点选这边有个叫区域连线 区域连线点击之后的话呢 就会有个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呢 里面就会有记载你现在这一台电脑的IP位置 那你就把这个IP位置给别人 别人就可以连得到 因为你现在不是档案 而是一台Server OK 那你就必须告诉他什么 这相关讯息 所以这个就好 这个要从控制台里面的这边 进到里面的话 有个详细资料 你就关键在这里 那只要是你内部网站 就是公司内部任何一台电脑 都可以连线成功 这个我想我们一步一步来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他的database 这个叫mydatabase 不过你 因为我们这个问你资料库的名称叫什么 那因为我们有改了一个叫什么 问题1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问题1 那你的user叫什么呢 路程嘛对吧 apassword呢 像我就1234 那就打1234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呢 刚刚open后面那一串 把它改成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串 就可以连线成功了 诶有这么简单吗 试了就知道 试了成功就OK 试不成功的话呢 那就反复试吧 试到成功为止 对不对 不过当然这东西我已经run过n次了 所以我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让你一直run 一直run 如果run不出来 那基本上就可能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连线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这个东西就是 首先总共有 我们底下有12345个按钮 那程式的话在这边新增单笔 新增全部 它会共用一个利用ADO连线的方式 那我们来try 因为我把这个还有什么呢 还有删除 Excel 档资料 还有这总共有 其实应该有五个按钮 但是会有六段程式 主要是这一个是共用程式 利用ADO新增这一段 那把这些先贴过去好了 贴到我们 Excel 里面 那并且建立那个相对应的按钮 把这个先 ok 那我把它贴上了 ok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也增加这个按钮 那我们来看 稍微看一下 改哪些地方 新增单笔 ok 新增单笔之后的话呢 那因为我会 抓那个最下面的这一笔记录 然后呢 传给哪一个呢 传给那个利用ADO 这个这个 来共用程序 所以我会先把这一笔 总共有五个资料嘛 那就A B C D E 然后呢 call 传给什么呢 利用ADO新增资料的这个程序 那也是A B C D 就是实际上就这五笔资料 那他抓到之后的话呢 一样 这个跟上个礼拜讲的一样 create的一个ADO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刚刚讲的 my com 点open 有没有 啊其实我只有改这一段 刚刚不是从那个网路上面 不是有 有一个那个吗 connect3 对不对 复制 贴过来之后的话 有没有 其实就这一串哦 贴过来 也刚刚那一串哦 那你将来 将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就是这个有没有 这一串吧 你就把它怎么办 knt c knt c 之后的话呢 就贴到那个我们的这个 ecell里面的这一段 有没有 这一段 贴上 但是呢他这边有换行嘛 你就不要让他换行 你就是直接 一次性的 全部这样子 有没有 他这些啊我刚刚是把这些东西呢 修改了 刚刚讲的 这个问题一 这个是改什么 127 点0 点0 点1 ok 127 这个指的你现在这一台 那你本身呼叫自己本身用这个 可是如果别人呼叫你这个要改 那等一下再改 这个改问题1 这个改 1234 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改完之后的话 就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要用 连的资料库是别种的 你们就是照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连 绝对不会有问题 好 那之后的话呢 就是再把那个 ABCD丢到ABCD 再用XQ 有没有 MICON就执行这个 这个SQL 那就新增一笔过去了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中段点是在这里 好了 XQ之前先确定一下 好那执行看看 新增一笔 OK 好 所以他已经过了open 这一行 表示他已经连线成功了 而且呢 也组了一个SQL字串 但是我停在XQ 所以他还没实行 所以关键的时刻就是 如果你按F8 假如他XQ了 那表示说怎么样 他透过ADO 跟MySQL连线了 然后呢也把这个SQL字串 丢给MySQL了 那MySQL接收到了 也帮你把资料写进去了 OK 写进去之后的话呢 那就完成了 我们这边会跳一个新增成功了 把它执行过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了 其实就再切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很简单嘛 切到什么呢 问题一的资料表里面哦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没有一笔新的 YYY 没错 过来了 恭喜你表示成功了 那一笔成功的话 再来就多笔 然后再来就删掉Excel 再来就 再丢回去啦 所以一个循环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大概把刚刚讲的东西 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这个完成的程式嘛 其实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就是刚刚这一段新增 然后配合什么 下面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连线字串特别注意 连线字串 就是那个TripleW.ConnectionStries那边 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 甚至用Access来改 那也OK 所以我也是从把那个 之前Access那个范本 改成MySQL的 只有改Open后面那一串 当然如果你有在使用其他的 资料库的话 其实利用一模一样的方法来做 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边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边 这边我是觉得 倒是还还没有发生问题的地方 就是 因为我们是用Unicode 所以 刚好他 我们这边本来是MSI 丢过去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帮我自动转成Unicode 所以还好转过去到资料库里面不是乱码 所以这一段还OK 可是如果你用MSI 可能会是乱码 丢过去 因为我们建的资料库是Unicode 那你用的是MSI的 的那个编码方式 你丢过去 L可能是乱码 所以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 是 就比较不容易有那个乱码的问题发生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 了解一下 大概一些程式部分 然后呢 找到我们云端上放的那个 就是会有 MySQL的那个 六段层六个Sub 六个Sub 六个Sub 我们其实 增加有五个按钮 先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新增一笔成功 那其实 关键的新增一笔成功之后 后面就简单了